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代艺术和历史痕迹是我们的一起 你如果不喜欢姜耀宁的话 她可就不一定是你的了 不是我的 那是谁的 说不定是我的呢 因为我比你更了解姜耀宁 所以这就是我大概的思路 您觉得可以吗 顾总 顾总 你接着说吧 我说完了 要不我重新给您讲一遍 不用了 你先回去吧 过后我找你 好 好 东哥 老板 你今天要去补习班吗 是的 一直到会考之前 那我送你去吧 不用了 最近公司这么忙 我坐公交去就可以 公交太慢了 我送你去吧 就这么定了 那你先出去吧 那谢谢老板 我也�� 我问过老师了 老师说你不能进去 上次不也没事儿吗 你还说呢 老师说你是来砸厂子的 唉 那好吧 老闆 老闆 你自己开车回去吗 要不我帮你交个代价 不用 我一会儿在附近散散步 散完了步 我自己开车回去就可以了 行嘛 要不你等我下课 我送你回去 没关系 赶快去上课吧 不然一会儿迟到了 那我去了啊 结构的承重方式啊 非常好记忆 三类 二 十三 讲解 你老板很关心你 第一个是什么呢 是强体承重 老板一直很关心我 他还很支持我把学业完成 你老板 该不会是喜欢上你了吧 我也希望是 你喜欢他 我之前跟他表白过呢 然后呢 然后怎么了 算是拒绝了吧 应该没戏了 那可不一定啊 我刚才上课之前 还跟他在门口站着 要不要我帮你 别闹啊 别把老板弄生气了 就算是他拒绝我了 我也觉得现在挺好的 试一试 试一试 上课 别打扰我学习 要不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既然老板都来了 那要不然 以后吃个宵夜去 我不饿 不饿 那真不行啊 刚才晓妮还说她饿了 我们正打算去吃偶锅呢 那 那老板你先回去吧 我 我说 火锅 火锅 夏天宁 在 开车 我突然想吃个夜宵 那我开车 你们跟上我啊 阿火锅 保凉 老板只能吃少油少盐不辣的 老板这么调 我吃饭不调 看心情 那你吃什么都行 不行不行 他不行啊 我行 老板 你不能吃这个 我给你点个粥吧 没关系 给我来杯水吧 要不来瓶啤酒吧 我要开车送江小梅回家 那行 江小梅 你需要一大祸水 最好要逼你一点 快去 去吧 真好看 别看了 看什么 没什么 你喜欢 跟你没关系 有关系 你不喜欢你呢 你敢干吗 给我开了 请不吝点赞同 什么 你说的 请不吝点赞同 请不吝点赞同 先大家 可以 再来 跟 二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水来啦 好了 好啦 不辣 不辣 爽啊 不好意思啊 去个洗手间 怕了 谁怕了 油件到手上去洗个手 有点洁癖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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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头啊 你是疯了吗 如果老板有什么问题 我灭了你 叫你啊 我可是为你拼了啊 怎么停电了 服务员 停电了 服务员 老板 怎么吃啊 放心吧 我真没事 老板 我真的错了 我不应该让你等着我的 更不应该让你吃果锅 不是你的错 是我贪吃 我以后保证 不会再让你看见晨晨了 它太坏了 我以前也很能吃辣 要不是因为火锅店停电 今天就能决出胜负了 火锅店为什么停电啊 没事没事 早点休息 我起早睡觉了 明天见 明天见 我们下不早就会哪里 我们下不吭 大子 我们下不吭 在哪里 我们下不吭 在